再来看到工夫箱清洁队部建筑将近30年的历史 当初空间规划不服使用 而且屋顶老旧漏水 乡长林清水上任以来积极推动修缮 来优化清洁队员的办公设施 获得环保署以及县府的支持 从去年至今已经三度现刊调整修缮计划 地方期盼计划能够尽早核准动工 透过一张张的照片可见 环保署于县环保局业务承办人员 在乡长林清水与清洁队长带领解说下 第三度来县地会刊 细部调整修缮计划内容 让建设美意等更贴近队员们的需求 工夫箱清洁队部就位在垃圾掩埋场里 超过30年历史的建物空间早已步步使用 而且屋顶老旧漏水 清洁队员除了日常例行的收取垃圾 回缩分类 近年来更应应防疫 环境清销工作也跟着加重 厢长林清水上任以来就积极向上提报 争取修缮优化清洁队部建筑空间设施 提供辛劳的清洁队员们一个舒适的办公空间 这两个一直在跟我们防保署来提两个计划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清洁队队部整个改善 就是我们外面的大批 我们仿络工程 还有我们的清洁队员的领域设备 休息室这些设备来 然后经过其实修改 目前环保署是有来看过 然后我们希望它最后可以核定 核定之后我们清洁队员 对于整个休闲工间 也要领域卫生设备都会改善 然后我们屋顶会做光电的设备 更符合环保 包括建屋漏水修缮 增设遮阳板 与设置太阳能板 还有公厕修缮 增设淋浴间 办公室以及会议室的空间规划等等 大约将近900多万元的工程经费 环保署于县政府几经线刊也相当支持 相当林清水表示 若上级单位计划合备完成 也将即刻推动执行 让中日与垃圾为伍的清洁队员们 也能有一个安全舒适且干净的工作环境 记者时宇兰光复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